武则天想要改朝换代,把大唐变成大洲,这涉及到最高权力之争,敌人杰虽然刚之不阿,对武则天也忠心耿耿,但在这个多世之秋,他的命运依然跌宕起伏,那么他都经历了哪些人生的起起落落? 请继续收看《敌人杰真相之》,人生过山车。 《敌人杰》 《敌人杰》 还经历了哪些人生的起落呢? 陕西师范大学于庚者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敌人杰真相之》,人生过山车。 我们讲到了敌人杰像个消防队员一样,四处去灭火。 就在他从江南担父秘密使命回来之后,不久马上又有一场火等着他去扑灭,去善后。 这个火,这个火还是一场叛乱。 这个叛乱的发起者是唐朝的宗室,这些宗室多半是些地方官,都在外面当官。 那么后来传来了一个消息,说是武则天要召集全国各地的宗室一起入朝。 这个消息大大的刺激了宗室,因为宗室们认为武则天要用这个机会把他们来个一网打尽全部杀掉,于是宗室们底下加紧了联络,商量着要起兵,要反抗,要做最后的拼争。 可是人心不齐,偏偏这里边就出叛徒,把这个要起兵的事情就告诉了武则天,武则天一下子警觉起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比较坚决的宗室就只好在仓促之中起兵了。 帅先发难的是这个伯州刺史狼爷王李冲。 这个李冲啊,在伯州当刺史,他在今天的山东辽城这一带率先举兵。 可是呢,人家武则天早有预备。 所以他刚一起兵,中央军就来了,把他给消灭掉,他被杀了。 从起兵到失败,一共只有七天时间。 伯州城的官吏和老百姓打开城门,向官军投降。 结果官军进入了伯州城之后,来了一个大屠杀。 那么狼爷王李冲的这个父亲呢,就是岳王珍。 岳王珍在豫州当刺史。 听说自己的儿子起兵了,他也起兵。 这个武则天派遣了数十万大军来讨伐他。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狼爷王的失败的消息传来了。 李真吓得不知道怎么办好。 最后想投降。 也就在这个时候,有部下从外边带了两千多兵马来投奔他。 好像一下子给他打了个强心计一样。 他一下就振作起来,想着不如拼死一搏吧。 为了安定人心,他编了个谎话,跟自己的部下说, 说你们知道吗,狼爷王现在起兵,进展非常顺利。 现在有大军二十多万,马上就要来援助我们。 而且他为了给自己的这些人马打击, 还请了和尚和道士来做法,给战士身上戴服。 想以此鼓动人心。 但是他那点兵马,区区数千人,根本不是中央军的对手。 而且老百姓说实话也并不支持他。 所以他很快兵败死掉了。 武则天通过他们父子两个人的叛乱, 武则天觉得宗史留不得。 于是对宗史展开了大清洗,大屠杀。 被杀害的宗史及其亲属,成百上千。 然后武则天就需要一个得力的人来镇服这个豫州。 因为豫州就是今天的河南汝南。 他距离洛阳很近。 洛阳这是人家武则天的大北营。 武则天我们知道一生不喜欢长安,最喜欢是洛阳。 所以这个地方发生叛乱,这个是心腹之患。 他就需要一个得力的人到这个地方来好好的进行善后。 那么就委派的是敌人节。 武则天的意思当然是希望敌人节到了豫州之后, 能够查缴叛党,然后痛下杀手。 可是人家敌人节有人家自己的行为准则。 刚一到豫州,手下人上来报告, 说啊,说这个目前查明的跟岳王针有勾结的豫州地区的叛党有几千人, 我们准备把他们都杀掉。 而敌人节则认为,此时非常敏感,杀人越多越不利于形势的稳定。 所以敌人节给武则天上了一道秘折。 在这个秘折里头,敌人节是这样说的, 这个地方,豫州啊, 参与叛乱的人是有一批, 可是他们都是被裹挟着参加叛乱的。 你想啊,这个宗室叛乱, 它都是在底下秘密地进行策划的。 这些军民事先不可能知道的。 那么叛乱又是仓促起兵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老百姓即便参与进来, 那也是稀里糊涂地被裹挟着进来的。 所以敌人节说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我如果今天为他们说话的话, 看起来有为罪人开脱的嫌疑。 可是我如果就此坚默不语的话, 又违背了您慈爱的本意。 最后武则天被他说动了, 于是武则天采纳了敌人节的意见, 把这些人捡死流放了。 敌人节政府豫州, 不仅安定了当地的局势, 而且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 这是他在社会上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在这个都市之秋, 敌人节就像消防员一样, 竭尽所能, 维持这个国家的稳定。 但他个人的命运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 那么他都经历了哪些人生的起落呢? 我们来看看他这些阶段。 第一个阶段, 为民说话遭遇贬观。 刚才说到, 在豫州他惹了麻烦, 主要的原因是他跟军方发生冲突。 怎么回事呢? 当时为了镇压豫州的叛乱, 武则天派遣宰相张光甫率领数十万大军来到了这里。 那么这个中央军到了这里之后, 军迹很不好, 滥杀无辜, 而且这些人仗着自己所谓评判有功, 所以对地方上是索取无度。 而狄仁杰作为地方长官, 很看不惯军方的这种做法。 他不买他的账, 你管我要东西我不给。 那么张光甫一下子就勃然大怒了。 于是张光甫把狄仁杰叫来进行一番训斥。 他官大吗? 狄仁杰小吗? 他说, 你什么意思? 你是轻视我这个元帅吗? 狄仁杰回答是, 您啊, 率领三十万大军来评判, 现在的结果是, 一真死而万真生。 意思是说, 倒下一个月王针, 起来千万个月王针。 张光甫更加的恼怒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给我解释清楚。 敌人杰说, 你看啊, 你带领军队来评判。 你是滥杀无辜啊。 玉州城的老百姓, 本来不是真心的参加叛乱, 那都是被裹挟而去的。 你看你们来的时候, 玉州城的老百姓, 都想投靠官军这一边。 城门当时已经关闭了, 可这些老百姓为了投降官军, 从城墙上把绳子坠下去, 然后顺着绳子爬下来。 跑出来的人多到什么地步呢? 把整个城墙四周全都踩在一条一条的小路。 可就是这些人, 你却纵容官军对他们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人是干脑涂地, 他们的冤情恐怕都上达天厅了。 你说你这不是给朝廷竖敌吗? 我呀, 我是手头没有一把上方斩马剑, 要有的话, 我砍到你的脖子上, 杀了你, 我虽死而无害。 我们前面讲过, 敌人节在皇帝面前说话都是很强硬的, 那更别说看到张光甫这种滥杀无辜的人, 他越看他越来气, 所以最后来了这么一句。 那么什么叫做上方斩马剑? 上方斩马剑呢, 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个上方宝剑。 戏文里头, 这个大臣拿一把上方宝剑, 上斩昏军, 下斩奸臣, 对吧, 威风, 不过那都是艺术虚构, 不是真实的。 这个上方啊, 是汉代一个机构的名称, 他这个机构是专门负责手工器作, 是给皇帝制作各种御用器具的, 其中包括这个刀剑, 斩马剑是一种长剑, 专门用来劈砍这个战马的这个马腿。 汉代曾经有一个大臣叫朱云, 有一次他在汉成帝面前弹劾一个奸臣, 说着说着激动了, 朱云要求皇帝给他一把上方斩马剑, 用来砍掉这个奸臣的脑袋。 汉成帝非常的恼怒, 想把朱云给杀掉, 结果朱云坚持几件, 最后汉成帝还是让步了。 那么狄仁杰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在用历史典故, 他在用朱云的典故, 把张光甫比喻那个奸臣。 那张光甫当然不干了, 你想人家宰相级别的, 你狄仁杰一个刺史, 再加上此时他代表着是军防, 所以这个底细很足, 于是他就给武则天上了一道奏折, 专门指责狄仁杰, 说狄仁杰是不逊, 以下犯上。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将韩蓝文。 张光甫撞告狄仁杰, 武则天虽然了解狄仁杰的为人和品行, 也知道张光甫和狄仁杰之间 矛盾的孰是孰非。 但在徐敬业叛乱刚刚平息, 武则天即将改查换代的敏感时期, 他要平衡各方势力, 获取最大的支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武则天面对张光甫的告状, 他的做法是什么呢? 武则天的选择, 支持张光甫贬斩敌仁杰, 敌仁杰被贬到了富州去当刺史, 富州在今天的湖北, 当时唐朝的各个州也是有等级的, 这个富州的级别要比日州低, 所以说虽然同为刺史, 但是到富州去那是贬官了。 那你说, 武则天为什么要贬敌人杰呢? 有时候政治这个事, 他不是做算术题,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此时, 敌人杰即便再占礼, 武则天也不便支持他。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形势, 你想, 此时的武则天是什么状态? 他正处在一个马上就要称帝的关键阶段, 而也就在数年之间, 两场重大的叛乱接连发生, 从大臣到宗室, 这两场叛乱给国家带来的动荡, 还倒在其次, 关键是给朝廷内部带来了强烈的敌人。 从徐晶叶叛乱开始, 武则天就开始搞酷吏政治, 朝廷内制造了很大的恐怖气氛, 当时被杀的大臣非常多,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首席的宰相裴炎, 这个裴炎原本是唐高宗去世之后受遗诏要辅证的, 换句话说就是顾命大臣的, 所以裴炎很骄傲的, 那不把武则天放在眼里了, 那么武则天专权, 裴炎那是有看法的, 有一次武则天曾经想给自己的先祖封王, 结果裴炎站出来反对, 而且他举的例子竟然是什么呢, 竟然是吕后的典故, 吕后我们知道刘邦的皇后, 刘邦死了以后吕后专权, 吕后曾经给自己的这些子侄们纷纷的封王, 还给他们兵权, 结果好景不长, 吕后死了以后, 马上大臣们就发动了兵变, 把吕家来了个斩草除根, 裴炎竟然用这个例子来劝谏武则天, 武则天当时就不高兴,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这个吕后那是给活人封王, 我这给我家先祖封王, 那能是一回事吗,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就那人家裴炎还不依不饶, 那也得防威杜剑, 后来徐经业叛乱了, 武则天问裴炎, 说应该怎么样的评判, 裴炎提出来说, 您把政权交还给皇帝, 叛乱自然就消除了, 裴炎提出的这个主张, 那跟叛军提出的主张, 那是很接近的, 所以武则天非常的恼怒, 此时就有想拍武则天马屁的人出来, 说是告裴炎, 说裴炎谋反, 结果武则天把裴炎就抓起来, 最后把裴炎杀掉, 裴炎被抓的时候, 朝廷当中大臣们就分两派进行辩论, 一派说裴炎肯定是一个反贼, 另一派就说裴炎是被冤枉的, 有唐代的笔记小说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可能很多观众都知道, 说是裴炎曾经跟徐敬业暗自通信, 而且这个密信被武则天的人给查获了, 上面只有两个字, 这是唐代的密码信, 轻鹅, 谁都看不懂, 结果武则天最聪明, 武则天把这密码给破译了, 他说轻鹅可以拆分成两个字, 轻是十二月, 鹅是我自语, 意思就是说, 十二月份等我配合你, 就这个意思, 那你说这不是裴炎谋反的一个铁证吗, 可是这个传闻恐怕也是不大可信,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两堂书正史都没有采纳这个说法, 而且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吗, 裴炎被抓之后, 朝廷的引发了大的辩论, 一派说反了, 一派说没有反, 如果有这个证据的话, 那这个辩论也就辩论不起来了, 可是正反双方都没有提过这个证据, 由此可见这个证据大概是后人边传, 裴炎被杀之后, 武将当中也有一个重要人物被杀, 就是陈务廷, 陈务廷乃是唐朝著名的一员肖将, 此人武功赫赫, 这个突厥人最怕他, 可是他在裴炎事件上站错队了, 他要为裴炎说话, 他证明裴炎没有反, 结果裴炎被杀之后, 有人告他说他跟裴炎也是同党, 所以他也被杀, 他被杀了最高兴的那是突厥人, 那高兴, 白酒庆贺, 然后还把他, 陈务廷啊, 当做自己的君神给立了个祠堂, 每次出征前先拜一拜, 杀了陈务廷以后, 武则天把群臣召集起来, 进行了一番声色俱厉的训话, 武则天说, 在座诸位啊, 好好揣摩一下自己, 你们谁身份高, 地位高能高过裴炎的, 你们谁是名门之后, 地位能超过徐敬业的, 你们谁战无不胜, 武功能超过陈务廷的, 这三个人我都收拾了, 你们要是觉得自己不如这三个人的话, 那我就劝你们啊, 老老实实, 如果你们觉得自己比这三个人强, 要造反, 你就赶紧来, 武则天要跟大家单挑, 结果群臣们吓得是战战兢兢, 谁也不敢说话, 那么宗室叛乱以后, 武则天进一步的加强了对宗室的清洗, 这个恐怖政治啊, 日甚一日, 而且大有一种这个, 怎么说呢, 叫做宁可错杀, 绝不放过这样的一种做派, 朝廷内外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气氛, 那么就在此时, 张光甫与敌人节发生矛盾了, 那武则天就不得不从全盘加以考虑了, 他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 他需要的是保持这种政治上的高压态势, 不可轻易的松懈, 如果此时他选择的是支持敌人节的话, 那么会不会释放出一种错误的信号呢, 因为你们想一想, 此时的张光甫代表的是军方, 又刚刚平派, 而事件的导火索是军队向地方索取物资而不得, 如果我此时办了张光甫支持敌人节, 会不会给反对派一个信号, 好像是太后对政治高压有所松动, 或者对军方有某种不满, 专制社会就是这样, 专制社会没有政治上的透明渠道, 那么人们对政治上的事情往往就是靠这些蛛丝马迹, 加以揣测嘛, 武则天不愿意给社会留下这么一个错误的印象, 所以此时此刻张光甫占便宜, 尽管他不在里, 可他得势, 敌人节吃亏, 因为他那种人正思想, 最起码在此刻, 那是不符合武则天的需要, 因此武则天选择的就是支持张光甫而贬斥敌人节, 敌人节离开了豫州去富州上任, 张光甫这边一时得意,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得意没多久, 他又倒了大霉了, 怎么回事呢, 他也被人给告了, 告他的人呢, 是徐敬业的弟弟, 徐敬业有个弟弟叫徐敬珍, 这个人因为他哥哥叛乱了, 所以他被流放了, 流放到今天的广西地区去了, 然后他想跑, 帮助他逃跑的一些人都被杀掉, 徐敬珍小命也难保, 这时候徐敬珍听说, 说是太后正在鼓励大家告密, 鼓励大家举报谋反, 凡是举报者有功, 有赏, 他就想以此换得一个活命, 于是他在监狱里头就开始编, 使劲地编, 这下子凡是跟他以前认识的人, 全都倒了血霉了, 因为你想, 他哪知道谁谋反, 他就把他凡是他认识的, 全部都给你弄进来, 我管你有没有, 张光甫, 倒没点赶上了, 他就跟徐敬珍认识, 徐敬珍就把他告, 告他的罪名是什么呢, 说他领兵住在日洲期间, 曾经私下推演议论天文图称, 以观天下成败, 大家要知道古人是迷信的, 古人相信所谓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意思就是说, 天上的天象是可以反映乃至日式地下的人事变化的, 因此你如果私下去计算, 推演, 这是犯大罪, 大逆不道, 结果张光甫就被栽了这么一个罪名, 张光甫是百口莫辩的, 因为此时的武则天, 我前面说了, 他是宁可错杀绝不放过, 所以张光甫就那么稀里糊涂的送了命了, 敌人节被贬官外放, 看起来是件坏事, 但在武则天为了改朝换代, 进行血腥杀戮的情况下, 敌人节远离是非中心,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张光甫就是因为身处权力中心, 被人诬告, 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 而此时, 武则天一方面忙着做称帝的准备, 另一方面也没有忘了敌人节, 他依然赏识敌人节的人品和财学, 没有多久, 敌人节的命运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第二阶段, 出任宰相, 虽然敌人节遭到了贬斥, 但是在富州时间不长, 他又被委派了新职, 我们要知道敌人节这个人能力品德那是有口皆卑的, 这就相当于那潜力股, 当时迫于形势, 武则天不得不把他割肉出仓了, 但是时刻惦记着把这潜力股给买回来, 结果过了也就是年把的时间, 就把敌人节重新的招回来, 招回来让他到洛州担任了司马, 洛州仅靠着今天的洛阳市的东部, 已经靠近了权力中枢, 这是敌人节付出的开始, 也就在这个阶段内, 大家预料当中的改朝换代, 哎呀,终于发生了, 武则天当皇后, 然后当太后这么多年, 就为了当皇帝这一件事, 结果呢, 现在终于实际发生了, 垂拱四年, 四月, 武则天的侄子武成四搞了个小把戏, 想让他的这个姑母赶紧当皇帝, 武则天想当皇帝, 武家子弟更想让他当皇帝, 那心情比他还迫切, 因为你想道理很简单, 武则天不当皇帝的话, 武家最多也就是个外戚, 武则天当了皇帝, 武家就是皇族, 甚至因为武则天是女人嘛, 对吧, 那他这些子侄们就有可能要当太子啊, 武成四就非常的想当太子啊, 因此他就搞一个小把戏, 什么小把戏呢, 他找了一块白石头, 把这个白石头上刻上了八个字, 这八个字是圣母临人永昌帝业, 然后用这个紫石药物填进去, 好看, 然后找人把这个石头献给了武则天, 说是这是在落水当中得到的天然石头, 那你看, 这不天意吗, 一块天然的石头上出现了这么八个字, 那不是说您是说谁呢, 武则天一看啊, 高兴, 他需要这个东西, 你说武则天那么聪明的人, 他看不出这玩意儿是人造的吗, 他当然能看得出, 问题是他现在需要这种所谓的这个舆论氛围, 所以有人给他造势, 他就来个旧坡下驴, 他把这个石头叫做宝图, 后来又改名叫做天寿圣图, 然后呢, 自己改号叫做圣母神皇, 到了十二月份, 他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叫做拜洛寿图典礼, 自己亲自率领着皇帝, 还有百官浩浩荡荡的到落水岸边来举行这么一个典礼, 正所谓上有这个所好, 下必慎严, 你喜欢这个玩意儿, 那就有人不断的给你制造这个东西, 到了这一年的九月初, 舆论造势就达到顶峰了, 关中地区九百多个老百姓跑到洛阳来, 劝武则天当皇帝, 武则天呢, 看了看, 觉得这人呢, 九百多个人不太多, 就没有明确表态, 但是给了他们一些赏赐, 紧跟着, 就一轮高潮就出现了, 六万多人, 包括宗使, 百官, 外国酋长, 和尚道士, 普通老百姓, 浩浩荡荡, 来劝武则天当皇帝, 还有人跑来报告, 说是, 不得了了, 大祥瑞啊, 刚才有凤凰在这个洛阳上空的转了一大圈了, 甚至于, 唐瑞宗, 李诞, 我前面说过, 这个人最善于明哲宝身的, 他呢, 见势也赶紧上书给武则天, 请求把自己由皇帝降为皇寺, 也就是皇太子, 然后请求次姓自己为武姓, 武则天一看, 好, 时机成熟了, 于是, 捡了个大日子, 当年的九月九日这一天, 武则天正式称帝, 改国号为周, 实现了他当女皇的宿愿, 那么这个时候的敌人节在干什么, 这个问题就难免让我们产生好奇心的, 你想, 作为一个对武则天这个政局有那么大影响力的人物, 他此时在想些什么呢, 在干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对此揣测一番, 为什么说是揣测呢, 因为史记里真的没有记载, 此时他是一个什么态度, 我们只能是推测一番, 第一, 我们可以肯定, 敌人节此时没有公开反对过武则天, 敌人节在不在内劝劲的六万多人当中, 不好说, 但是起码此刻他没有站出来公开反对, 因为他假如反对的话, 以当时的政治高压态势来说, 他连个命都难保, 就没有后面的故事, 第二一点, 我估计处于一种比较矛盾的纠结的心态当中, 一方面, 他那个正统的儒家思想使他反对女性当权, 可是第二一点, 武则天还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政治人才, 此时国内还没有人能替代他, 你看这个武则天, 我们知道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能力超群, 一直到她去世多年以后, 一直到晚唐啊, 还有人在称赞她, 说她当朝的时候, 天下眼如不让贞观之势, 意思就是说天下很安定, 这个一点也不输给贞观之志, 总的来说在武则天时代, 国力是处于一个稳步上升的阶段, 你不要看他又是镇压叛乱了, 又是搞酷吏政治了等等, 好像看起来很折腾, 但是问题在于大家想一想, 这个东西, 他搞的这些东西, 主要是针对上层社会, 不是针对老百姓的, 要不怎么发生叛乱的时候, 你看老百姓基本上都很漠然, 儒家自古有隔天命的传统, 良辰则主而是, 所以对于狄仁杰来说, 应该说他对唐王朝是很忠的, 可是他同时对武则天也很忠, 他不见得忠于武宗王朝, 但是他对武则天是服气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一点, 狄仁杰对武则天的态度前后是有变化的, 这里关键是涉及到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 就是继承人的问题, 前面讲了武则天刚当皇帝时候继承人, 李大嘛, 虽然说是要求自己次性为武, 但是毕竟还是李家人嘛,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武则天死了以后, 这个国家李唐就自然的就怎么样, 就复国了, 所以狄仁杰和其他很多大臣都采取了一种默认的态度, 那当然了, 这个狄仁杰对于李唐复国这一点, 狄仁杰始终态度是很坚定, 他当宰相之后还曾经有一次跟武则天对话, 他说过这么一番话, 那是公开说的, 说陛下你身为高宗皇后, 你现在是替高宗监国呢, 你以后政权还是要归还李唐的, 武则天听了也只好打哈哈, 到了后来, 狄仁杰的确到他临去世的时候, 他开始预谋政变了, 那你就要问了, 你刚开始不是默认吗, 怎么这事开始预谋政变了呢, 他预谋政变不是针对武则天的, 他是针对武则天的那两个面首, 二章和武家子弟, 因为这个时候形势有变化, 武则天老了, 武家人窜夺着要当太子, 二章也在弄权, 狄仁杰觉得这个形势不太妙了, 所以他在临去世之前, 他要日谋采取些非常手段, 帮助李唐复国, 但是最起码在此阶段内, 刚开始, 他是没有反对武则天当权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 此时的狄仁杰, 他的政治态度如何, 对国家的影响不是特别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可以想想, 他此时只是一个洛州司马, 四品官, 手里又没有兵权, 你要他怎么对武则天产生重大影响, 这是一个很客观的现实, 那么什么时候敌人节开始登上了政治的最高舞台呢, 机会很快就来了, 武则天称计的第二年, 也就是天寿二年的九月份, 敌人节被任命为宰相, 这一年的敌人节, 六十二岁, 从三十岁左右出道, 到这阵登上人生的最高舞台, 他一共耗费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那么武则天这时候为什么任命敌人节为宰相呢, 大家要知道, 这个时候的武则天, 奉行的是高压政策, 敏感, 好斗, 对吧, 太后中的战斗机啊, 谁敢阻拦我称帝, 那就是一个死啊, 那大清洗的力度非常之大, 除了前面提到的裴炎张光复之外, 三四年间, 被免官, 被处死, 被流放的宰相, 多达七人, 旧的淘汰掉了, 那么自然要立新的, 再加上狄仁杰这人非常能干, 所以武则天就把狄仁杰扶上了宰相的宝座, 就在狄仁杰登上他的人生的最高峰之后, 不久他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个黑暗的新阶段, 他被投入了监牢, 而且命在旦夕,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留待下讲, 谢谢大家。 狄仁杰在武则天称帝后, 被任命为宰相, 他可以说已经位及人臣, 但仅仅过了半年时间, 狄仁杰就被逮捕入狱, 沦为阶下雄, 那么在这半年时间内, 究竟发生了什么? 狄仁杰因为什么被抓进了监狱呢? 狄仁杰真相知, 深陷淋雨。